有一位年轻人向清净法师诉苦 他说由于自己性格耿直 心直口快 到处得罪人 事事不顺利 大学毕业之后 踏上了社会 他却越来越厌世 感叹现在社会上的人 不喜欢听真话 虚情假意 他跟法师说 我不知道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真的希望走进深山 远离这个世界 清净法师讲了一个故事说 在当年的南越 怀让禅师 遇传灯给马祖道医 看到马祖道医 始终坐在那里打坐 怀让禅师跟他打招呼 马祖也不理不睬 怀让禅师 一想就拿了一块砖 在马祖面前 地板上在磨 马祖忍不住问了 老法师 你在干什么呢 啊 我在磨砖坐镜啊 就是把砖头啊 在磨 磨到下面镜子一样 结果呢 他就问了 砖头怎么能磨成镜子呢 你开什么玩笑 法师说 那我问你 你在干什么呢 他说 我在打坐 你打坐为了什么呢 呃 为了成佛呀 既然砖头磨不成镜子 难道你打坐就能成佛吗 马祖愣住了 问 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做才对呢 怀让说 比如 牛拉车 车不走 是打牛 还是打这辆车呢 当然是打牛了 怀让说 可你现在明明是在打车 请进说 我们自身是牛 客观条件就是车 是打牛还是打车 写而易见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应该从自我身上找毛病 任何事情的不成功 遇到了挫折 烦恼和困难 或者人际关系 相处不好 不要怨天尤人 而是要反省自身 一切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才能破迷开悟啊 阿尔 谢谢大家